百强房企销售暴跌40%,千亿房企数量腰斩 暴雷、违约、房企全军覆没、房地产行业一片惨淡 在过去的2022年,波动的房地产市场进入深水区 虽然楼市的调控以及信贷的收紧早已远去 但疫情的影响、停工、停贷、收入担忧等超预期因素频出 使得房地产行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一年里,房价连续下跌8个月 超过70%的城市房价进入下跌通道 而重点的百城销售面积同比降幅近40% 绝对规模降至2015年以来同期最低的水平 而在土地市场上,百强房企拿地总额也同比下降近5成 央企、国企以及地方城投公司则成为了集中工地市场的主力军 但即便是这样,溢价成交的占比还是逐步走低 在近期的第5批4集中工地中,超过90%的地块都以底价成交 如此看来,当下的楼市显然已经迎来了拐点 房价也开始进行大洗牌 前不久就有媒体报道过 现在有超过20个城市在布赫港的后尘 都出现了几万元一套的白菜价、房子 但即便是如此,还是有一些小县城以及三四县小城市的房价还是过万的 我们都知道,房子是用来住的 那么三四县城市那些过万元的房子,还真的值得购买吗? 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城镇化建设的推进 房地产行业迎来了高速发展 如果说普通人在过去20年做什么事情是最容易赚钱的 那肯定就是买房了 正所谓辛辛苦苦几十年,不如买房来赚钱 特别是在一二县大城市 20年前,只有二三千元每平米的商品房 现在涨到十多万元以上 房子白住了几十年不说 房价还翻了几十倍 然而这样的繁荣的景象在如今全都戛然而止 因为房地产市场的拐点来临 房价要进行大洗牌了 房产保值的神话也已经破灭 越来越多的楼盘将朝着赫港化方向发展 这步,就在今年的新年刚刚过完后 在安徽的淮南、云南的各旧 还有就是广东的赵庆、韶关 以及浙江的湖州 都普遍出现了十来万元一套的房子 而在中国北方的城市就更不用说了 像齐齐哈尔、福顺、安山、赫港以及福新等城市 甚至还出现了几万元一套的房子 就拿安徽的淮南来说吧 根据数据显示 2021年淮南市人口数为304万人 GDP为1457亿元 占地面积为5650平方公里 标准的一个地级市 距离省会合肥也只有100来公里 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 一套二室一厅 面积57平方米的减装商品房 报价仅需要5万元 而中介还说道 如果真心想要的话还可以优惠 最低3万元就可以拿走 而在安徽合肥的潮湖市 面积极有2000平方公里 还不足淮南市的一半 人口也才80万不到 但是这里的房价和地级市淮南来说 却是天壤之别 根据房产中介平台显示 一月份潮湖市新房均价为10588元每平方米 最高房价去到了12000多元每平方米 但是在这么高的房价背后 却是有价无市的尴尬局面 有业主把自己的房子挂在房产中介 已经一年多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卖出去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现在的小县城 以及一些三四县小城市的房价表面上看 还过得去 但实际上却是在降价售卖 要知道连碧桂园 恒大这样的大房企 都不敢在当地拿地了 市场上的房子要么就是有价无市 满满的房地产经济泡沫 结果房价看着是好看 但是房子根本就是卖不出去 为什么这些三四县小城市的房子会被抛弃 沦为如今的窘况呢 具体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 现如今我国的城市化建设已经放缓了 人们在小县城 以及小城市买房的人数增长也放缓了 大家该买的都买了 当人们的需求满足了以后 剩下多余的房子也只能够降价来促销了 其次 现如今小城市里面的人口在逐年减少 有统计数据表明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国家新生儿的出生量已经跌破了1000万人 很多地区还用发放补贴的形式来促进人们生育 我们都知道房地产业最大的优势就是人口 但是三四线城市因为城市的经济和工业条件一般 人们的工作机会很少 工资也很低 所以人口一直处于外流的状态 如果没有人口的支撑 开发商贷的房子该卖给谁呢 所以三四线城市的房价很难再有暴涨 第三 现在三四线城市的房价都在六七千块 甚至上万块 相对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来说 这个价格真的太高了 虽然这个价格比起以前来说已经有所回落 但和本地的人均收入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一般在三四线城市的平均工资 也就是两三千块钱左右 五千块钱已经是三四线城市的一道坎了 而且工资上涨的速度太慢了 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住 也没办法撑起如此高的房价 最后 随着现在的新农村建设的推进 人们都不愿意到小县城去发展居住了 这就导致了县城里的人口 开始大量地回流到农村 所以现在那些小城市的处境非常的尴尬 一方面要被大城市红西 另一方面人口又要反向游回农村 最终的结果就是小城市被空袭化了 平时里根本看不到什么人 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能看到车水马龙的景象 另外受房地产调控政策 以及疫情的影响 人们都对小城市的房价也没有了信心 这些因素让小城市的房价 在这几年里十分的尴尬 如果降价的话会很痛苦 但是不降价的话则会更加痛苦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冷却 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市场 也受到了过度的冷落 投资的需求也会大幅度的下降 而炒房者也是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他们的房地产投资一般都是一二线城市 而三四线城市的房地产投资则是无望的 如今的三四线小城市小县城 在发展上都会面临着一定的制约 在结合全国的房价情况来看的话 过万元的房价肯定是贵的 而从小城市的发展现状 以及人口基数来看的话 未来小县城的房价没有最低 只有更低 从央行公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来看 在2022年里 国内住户的存款就增加了17.84万亿元 这相当于我国 14亿人口每人多存了一万多元 居民存款明显上涨 就说明大家其实并不是没有钱 而是大家都不看好房地产市场 他们宁可把钱存到银行 也不愿意拿出来买房 所以总体来说 一二线城市的房价可能会越来越高 但是三四线的小城市的房价 却不会很影响 未来的楼市必定会出现两极分化 那就是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会 一直居高不下 三四线城市的房价会 一直走下去 根据中止研究院的数据显示 2023年元旦假期 重点监测城市新房成交面积 较去年元旦假期增长超两成 一线城市中 除深圳外 北上广三地的成交量 均比去年元旦假期有所增长 二线城市中 武汉 沈阳 杭州的成交量 也出现大幅增长 其中 武汉新房成交面积 26.8万平方米 比去年元旦假期增长了284% 但是在同期 大多数三四线城市购房情绪仍在低位 剧场上 本集成交面积 写向前 剧场上